这样子的话 就一整个非常 好吧 就畏索吧 也想不出其他的形容词的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 胡布奇特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明显263G的节目 我们今天来给大家做一款 它是吴医生 还有另外一家第三方公司 共同联名推出的一款 名字的话 规避版权的关系 莫扎特 而莫扎特不是我随便说说 他们附带的人物卡里头 确实就是这么样写的 这个code莫扎特 这个是至今的变形金刚 第五集里头呢 一个嘴巴非常贱的一个狂买 那亮相也没多久 就被干掉的一个家伙 那其实呢 以第三方来说的话呢 它并非是第一款啊 之前的话也有另外一家呢 也推出过这一个叫做 叫什么叫什么 这个反正它也取了一个 什么新的名字 那这款其实我录了很久 但是一直没有时间 拍这个节目啊 所以就一直呢 沉睡在我的这个 收藏的紫箱里头啊 这个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去开的吧 大概没有时间做了 那今天的这一款这个 无疑声推出的这款莫扎特的体型呢 达到一个更小的一个状态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前几天才跟大家做过 这个SS的这个冠牵脚 这是它附在这个小狗 这个小狗本来的旁边的话呢 大小尺寸的话呢 大概是如各位所见的这样子 然后旁边的话呢 还有两个官方版本的 Legion级的玩具 我们致敬一下 我们拿出第五级的一个 Legion级的一个火焰配色版的 Megatron 那两个大小的话呢 可以看到到啊 这一款莫扎特的体型呢 要来得更小一点点 那零件数呢 确实非常的多 而且这款玩具的话呢 除了塑胶色比较重之外 当然这个塑胶色 这个是这么小型的玩具 我都不知道 对吧 你看一下 这是个人的一根手掌 对吧 就是这么这么小的一个玩具啊 那你说他涂装怎么样 这个就看你个人怎么样去评断了 灰色部件当然是非常的多 那么这款的话呢 其实一开始的话呢 我是还没有那么样的一个 会那么快拿到的 这是我的一位好朋友九王呢 他的话呢 看到我在这个微信上面呢 我在请人的帮我代购这一款 那他的话呢 就拿到了 就送了这个给我啊 非常感谢你 让我能够提早的话呢 在这个节目里头 大家做个亮相啊 各位应该可以看得到啊 他身上的一个可动关节 非常的多 头部的话呢 是一个球形关节 头的话呢 可以往下面看 我就觉得这个动作 真是非常的猥琐 很适合这个家伙啊 头上这个是 这个我不知道各位 像我们的话啊 可能1980年或70年 不是有什么什么 所谓的一个旁克头吗 或者是以前那个 非常有名的那个漫画 叫做北斗神圈里头的一些裸裸 都是留着这种发型啊 一看就是非常不正经的家伙 然后呢 他还有一个非常非常 这个 这我只能说这个 这个地方这个图啊 就做得很符合这个人物 一个非常机车的一个个性 虽然他真的变成机车 腰身也说得非常的细 就一整个是那个时代 那种地痞流氓 也不能讲地痞流氓啊 就是那个时代 反正我们看那种 所谓的裸裸的设定 大概都是长这个样子的 然后这个地方是一个球形关节 这里也是一个球形关节 身上的球形关节 可能是未来把玩的 怕会比较松的一个 一个隐忧啊 但是目前为止的话呢 感觉都还可以啊 包括底部 这里也都是球形关节 其他的话呢 他的一个打锚钉的地方呢 都还蛮紧实的 这个不知道是因为他体型小 还是真的QC做得比较好啊 这个比起我最近玩这个官方很多玩具啊 只要是膝盖打锚钉的 都是偏软啊 我已经被看到这个锚钉 我都怕了啊 然后背包 是两个一个轮子 然后这个轮子的造型呢 在肩膀上啊 这是符合我喜欢的一个感觉的 那这个头能够往下看 能够往左右转啊 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为所的一个感觉 你可以摆出很多非常奇妙的动作啊 加上他的腰还可以转啊 所以这款的话 就是一整个非常的旁客 那我要顺便提一下 他的包装盒 上面的这个轮胎 轮胎的位置 跟实际上玩具的一个位置的话呢 好像是反过来的 那我去比对一下说明书 说明书就跟我这个一样 好像跟合会是不同的 所以我第一开始变形的时候 我觉得非常的奇怪 不知道为什么变不过去 那人形的造型的话 几乎没有什么好调的啊 这么一个纤细的感觉 然后脚板呢 也做得很大 而且接地的话呢 做得很好 人物的话呢 还是一个chickenleg的一个方式 来做一个站立 非常的不赖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毛病啊 硬要挑就是塑胶色比较重而已 那他的一个变形的话 非常的简单 首先的话呢 头部呢 先给他给转正 然后后面这个部分呢 直接往前面 这里转过来 把他头部呢 给做一个包覆 包覆住就可以了啊 再来当中 我的习惯呢 是先把这个两手臂呢 透过这个关节 把它往中间做一个集中 两边做个集中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啊 是有一个结合的一个小位点 然后两手中间的话呢 也有一个 这里有一个 这里有个凸 对一边是有个洞 就这样把它给做个结合 非常的简单啊 非常简单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由上往下盖下去 这里由上往下盖下去 然后呢 两只手臂呢 再做一个结合 这个时候呢 这个人物的话呢 就看起来就更加的猥琐 如果你硬要这样子的话 就一整个非常 好吧 就猥琐吧 也想不出其他的形容词了 我的中文 也就只有到这个程度了啊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时候呢 把这个 固件翻上来 那这个 轮子的话 前后怎么分呢 你就记得 这里有两个凸 有两个凸的呢 把它转到前面来 那转的时候 就是避开一下 这些关节 就是手啊 脚啊 就暂时先把它给 都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分开 这样子 往前面 转过去 这里 好 那到这里的话 前方这里比较简单 把它扣上去 前面就会面形 OK了 脚的话呢 记得啊 它脚的一个变形呢 是这个地方 先把这个地方给扣进去 这一样 有一个结合的卡扣 把它给扣进去 脚的变形是 记得是往前 第一个第一段的 部件是往前 然后再往后 这样子 收进来 然后就把它塞到这个位置里面 这样就行了啊 腿部的话呢 跟身体呢 是没有结合卡扣的 你也要记得是 腿是往前伸 然后透过双动关节 转一个弯之后呢 把小腿呢 给往后放 然后再把脚底板 给压进身体里头 OK 我们这一款一个 重击形象的一个 莫达特的载具形态呢 就算完成了 嗯 呃 呃 要怎么说呢 也没有什么毛病可以调吧 最近就是 你这么小举心的玩具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好调的 就是 机器人的样子也算是隐藏的可以啦 除了这个两个手臂 露在后面之外 它已经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个毛病了 那因为它的支架的话 就只有侧边 这一侧有 非常轻松的呢 给放在桌面上 稳定度呢 还是蛮高的 我们的话呢 就看一下它的滚动性 这滚动性是很好啊 没有错 这样子推 非常好 啊 最后的话呢 我这里补充一样东西好了 它这个 这个匕首的部分呢 是可以拿下来的哦 这个刚刚一直都忘了 把它拿下来做个展示 它是可以拿下来轻松做一个拔叉的 那就扣在这个车子的侧边就可以了 那在人形状态下 它的手呢 我是没有办法顺利的把它给握持啊 只是告诉各位呢 因为它的这个人物卡上面呢 还有特别提到说呢 它擅长使用飞刀啊 所以的话呢 就这个地方呢 务必再给各位做个提醒 那简单的说呢 这是一款呢 变形的手感 还有设计的一个方向呢 非常非常具有官方水准的一个玩具 这是很高度的赞美啊 当然了 这个塑胶色比较偏重一点 也是有点像官方啊 不过这么细小的玩具呢 呃 要求那么多的涂装 好像也是太过分了一点 如果说你真的有喜欢这个玩具的话 你要自己再给它补个色啊 也不是不行的 那今天的话呢 就给各位呢 算是比较推荐这一款第三方的一个莫杂特 那也感谢九王呢 赠送了这一款玩具给我 让我能够提早跟大家做个分享 那就是给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